娶个未婚夫 第十六集 好在蓝旺鸡并未被欢心冲坏了头脑 还记得已有两日未曾传信给蓝西辰 刚拿出纸笔 魏无羡却指住他的动作不让他继续了 蓝战 我和你一同回顾苏吧 魏无羡的表情无比真挚 正色道 为何 蓝旺鸡仰着头回答道 他方出来不久 还想在外在多些时日 傻瓜 你如今重新和我在一起了 我们总得知会你兄长一生吧 魏无羡却戳着他的眉心 丝毫叫人瞧不出此时的不安 蓝旺鸡最是爱护这个弟弟 怕是不会轻易松口 魏无羡已经做好了决定 不管用尽什么方法 一定要让蓝旺鸡看到自己的心意 两个人挽着手还没走出几步 发现偌大的客栈竟然围满了修饰 那群人周身服饰都绣着卷云纹 一看便知是姑苏兰氏 他们各个手持一柄利剑 对准了厅中的人 蓝旺鸡敏锐捕捉到 在那群人的身后 有一道他自小熟悉不易察觉的领光 蓝战 你家的人这么快就来抓你了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没人敢对你做什么的 魏无羡拍了拍胸脯 满脸自信地向他保证到 琉璃谋疏地一转 蓝旺鸡敏敏唇 望着是在必得的魏无羡 还是没能说出口 这些人应是冲着你来的 蓝西尘一贯的好脸色 在看到两人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时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深吸几口气 仍是装作视而不见 问道 望姬 你与魏公子 一宗之主审视的眼神 让魏无羡有些慌乱 下意识就和人靠得更近 身旁的蓝望姬 抢先一步 说道 是 我与魏英已互通心意 像是怕他看不清 蓝望姬 甚至牵着魏无羡的手 往前慢了一步 你 蓝西尘第一次被弟弟气得不轻 碍于有外人在 还是收敛了几分气性 闭眼道 从前的事还不够吗 你为何要重蹈覆辙 十三年前蓝望姬心灰意冷 乃至丢了性命 蓝西尘还记得自己曾用秦宇劝过他 重来一次 不要再醉心情爱 万万没想到 他竟还是栽在了同一人头上 自家弟弟的脾气还是了解的 知他一时半会难以改变心意 蓝西尘打算直接将人带走 蓝望姬接下来的话却顿时让他如梗在喉 伸出的手停滞在了半空 兄长曾劝我切勿在罪心情爱 忘记不愿 此生我情戏未应 至死不渝 魏无献声平头一回觉得如坐针毡 魏手魏脚不敢与那人对望 拿起手边的热茶猛的一口下了肚 却烫得他呲牙咧嘴 好险没掉几层皮 杯中阴晕的雾气 暂时替蓝西尘挡下了不少怒火 轻抿着茶水 正思考如何与他二人平心静气 抬眼瞥见那人出了杨湘赫自家弟弟满脸的担忧 方才的一切顿时成了白费功夫 泽吾君 我和蓝战 魏无献支支吾吾 不知该怎样开口 思索了半晌 还是不敢出蓝西尘的眉头 只得老实换着他尊号 魏公子 虽然在下年长忘记几岁 耳力倒是尚可 蓝西尘手劲一向大 险些捏碎手里的白瓷茶杯 你二人之言 我已知晓 不必再说 自家弟弟那习话一直堵在心口 蓝西尘的震惊不下于为无限 原是他会错了意 竟以为包帝会迷途之反 不再为了情爱不管不顾 平素一贯和善的人面色沉了几分到更显得可怖 魏无献下意识挺直腰身垂眸 听他说起蓝望鸡那番话 胸腔很快被暖意占据 连心窝都泛着甜 至于桌下的手悄悄往那人身边探去 蓝望鸡惊叉了一瞬 回过神来红着脸伸出一根手指头回应 两人的打情骂俏自以为掩饰得很好 殊不知蓝西尘都看在眼里 听了清嗓紫素声道 你二人早已合理 这桩婚事原本也是因着父母之命 不如就此乔归乔路归路 我仅有忘记这一个弟弟 不敢再让他设险 不是的 只言片语就断绝了所有转环的余地 为无限历时拍桌而起 红口白牙扯着嗓子为自己辩解 从前的事是我知过 可如今我与蓝丈互相爱慕 约定厮守终生 还望您应允 不带蓝西尘有什么反应 蓝望鸡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并未出言 只是像之前一样 坚决地留在了魏无限身边 兄长 我亦是 蓝西尘冷冷看着那两道身影 这时称得上一对碧人 他原本以为金氏之人的说辞有些夸大 线下想来竟是不错 蓝望鸡人和心都被套牢了 他只为无限如今是真心实意 但介于前车之鉴 实在不敢再将弟弟交到他手中 屋子里一时间揭没得可怕 竟无半点声响 蓝望鸡似是打定主意等蓝西尘松口 可他站得久了眼前有些发黑 脚下止不住地亮枪 魏无限眼击手快 窜到人身后 将他打横抱起 这是怎么了 蓝西尘匆匆匆匆匆起身 魏无限以抱着蓝望鸡静直走到了床边 魏无限不予理会 只低头替蓝旺姬除了鞋袜和外衣 仔细放她在床上躺下 椰好背脚 又拧了帕子小心擦拭着那人额上的冷汗 蓝旺姬已然睡了过去 这些动作并不让她分毫 等把人安顿好 魏无羡这才压低声音道 她本就有伤在身 昨夜又没有好好休息 让她睡会儿吧 则无君 我们出去再谈 说完 魏无羡迈迈步走了出去 蓝旺姬虽不明所以 却也依她所言跟在了后面 两人走到屋后的一处空地 蓝旺姬刚要出言 魏无羡抢先一步向她行礼道 则无君 关于我和蓝战之事 您无需立刻答应 我知您对我有些顾虑 我可以等 那些被思念浸透的漫长岁月都熬了过来 如今活生生的蓝旺姬在她眼前 她就是等上一辈子又有何妨 啊 你倒不急于一时 那你唤我出来 是想对我说什么 蓝西辰眉眼微挑 很是意外 我误打误撞解了蓝战情魄的封印 但在您同意之前 绝不会行事渐阅 我只请求您 不要再拘了她 魏无羡躬着身子 将姿态放得极低 比起与蓝旺姬招募相伴 更希望见到她活得无拘无束 不必被人连情感也夺去 起料蓝西辰竟骤然变了神色 面上一裂 惊讶到 你这是何意 你是说旺姬曾被人封住了情魄 您不知吗 我还以为 魏无羡同样震惊不已 在此之前 她一直以为是蓝西辰不愿弟弟 再和自己纠缠 但又知蓝旺姬心性执拗 索性将她的情魄封印 以免两人再藕断撕脸 魏无羡定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 蓝西辰将蓝旺姬回来后 发生的所有事捋了捋 先前她分明对魏无羡态度坚决 毫不顾念旧情 不过数日 却又与她情意绵绵 前后变化如此之大 绝非寻常 思索间蓝西辰的脸色已成了灰白 原以为是弟弟之男而退 心灰意冷 竟是她疏忽大意 忽略了其中蹊跷 她摇摇头 叹道 我虽反对忘记与你重归于好 但我绝不会使出这般行进 以外力抹去他人的情感 这实在有违伦理 蓝西辰震惊之余连腾出心思理清这一切的前因后果 都已是勉强 魏无羡站在他对面 心底却逐渐有了猜测 敢问则吴军 蓝战回来一事可全由金氏主导 魏无羡试探着问道 关于这事 他曾听温宁说起过一二 是 我与金宗主从前交情匪浅 可自从当年过后 我便与他再无往来 前些日子他派人传信 说是对当年之事深感愧疚 有一法子或许能让旺姬复生 我私弟心切 于是硬了下来 短短一会儿功夫 蓝西辰已是心力交瘁 连答话都有些难知 金光瑶从前并不受金氏本家待见 能让他认祖归宗都已是天大的恩赐 金光善死后 他却继承了家主之位 其中或许有什么隐情 而那个小流氓薛阳 这些年又和金氏走得极近 蓝西辰道 你有何见解 魏无羡将遇到薛阳一事 简单提了提 将这些日子的来龙去脉 创在一起 沉生说道 封住蓝湛的情魄 只有金氏才有机会做到 蓝湛体内的怨气需要压制 这或许是他们故意为之 那个薛阳有些见不得人的心思 须得找人试验 蓝湛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封住他的情魄再引我出来 便可像当年一样 找个借口将我绞杀 金光善当年用计陷害未无限不成 反倒让自家元气大伤 难保他的后人不会卷土重来 复活蓝忘机 还能借此修复与姑苏蓝氏的关系 也算一举多得了 听完他的话蓝溪尘久久无法平息 半晌 他终于缓缓道 此事不可妄下结论 但为了妄计 我暂且信你 幽深的密室里 两道交谈的声线被压得极低 白日此处也昏黑不堪 与此间穿行 实难辨认究竟是人是鬼 竹台上的微弱火光映出一人清澈的嘴角 他神色淡漠 两指粘起至于灯芯之上 蜿蜒的火蛇顷刻便将那张信纸吞噬殆尽 燕骨无痕 像烟雾一样逐渐消散 这间隐秘中的谋划算计 向来不足为外人道 身后暴毙而立的黑衣人轻蔑地笑了笑 戏谑道 这蓝西尘当真并未因此发难 果然不出你所料 魏无限已经猜到了一切 提到那人 薛扬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恨 胸前的衣襟似乎又被鲜血浸染 浇灌着那些疯狂的渴求 若不是你擅自行动 我们的计划也不会这么快败露 金光瑶面上一如既往的平静 只是他赋予背后的双手却狠狠钻住衣料上硕大的金星雪浪 那金线之城的花蕊 再不似以往高洁无瑕 于智云 静 不过 不过 在准备 雁 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